在完成了刘伟的球衣退役仪式之后 是93比84 战胜了南京同西昼光 青岛国信双星是两分之差 不敌韭菜农商银行 这将广煞控股93比90 险胜福建爆发力 那今天呢 我们为大家转播的这场比赛 是京津之间的交锋 北京首钢对阵天津先行者 那在演播室当中 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 清华大学南篮的主教练陈磊 陈磊在南篮世界杯的时候 和我们进行过配合 当时也是非常感谢陈磊的支持 那么现在作为一个大学的球队的主教练 参与到我们的CBA转播当中 两支球队你都非常的熟悉 对于这个赛季的 他们之间的第一场交锋 或者说球队的第一次亮相 有些什么样的看法 能提醒观众朋友们去看什么 跟大家分享 我觉得从这个首先两个队实力来讲 可能首钢队还要占一些上方 球员的对比 包括队员之间的对比 但是我所经历的比赛 就是金金得比从来都不好打 不管是谁的主场 都是非常非常艰难的 我觉得这场比赛 大家可以从整个方的场面 包括整个的对抗的程度来讲 应该是很激烈的 那么您能不能简单的在赛前 给大家分析分析 为什么金金之间的交锋 这是天津的外局主带链 西班牙主带链 胡森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其实可能也是一个地缘的原因 以前北京只有一所球队 然后可能因为离天比较近 所以这个叫金金得比 主要是产生得比 它的这个意义可能就不一样 对于两个球队的球迷来讲 他们可能就要去一些较劲 一些对抗 这个事好像在足球这体现的更有点 对 现在介绍主队 这是天津先行走 两支球队赛前的出征仪式 但是很有意思 北京是这个尽量十足 就是对这个赛季期待非常大 天津这边很有意思 就是天津的这个主教练 胡森是来自欧洲 可能是他的风格也比较低调 胡森就是一直强调 我能做 我该做的 我都做 但是呢 我不能取诺这成绩到底什么样 好 我们进入到这个奏唱国歌的环节 我都做 北京首钢的主教练亚尼斯 这个赛季也是充满期待 我们要看一看 今天也不能算是遭遇战 两支球队没有特别大的阵容的更换 主体基本还都在 所以看一看这场比赛 这算是新赛季亮相 大家都想打好开局 更何况就像陈磊所说 从来都没有说那种一边倒的比赛出现 而且又是天津的主场 两边可能第一场比赛 赛季的电章比赛可能开局会有些紧 随着这个比赛的深入 他们可能会逐渐的进入状态 今天的主裁判邦梅 两位副裁判蒋童彪王洪华 这个赛季呢 从裁判员的这个归属 包括一些规则 顺应 FIFA的就是国际蓝联的改变 包括对运动员接受判罚的这种状态 包括教练员的表现都做出了更新更严格的规定 我们来看一看 每一场比赛 其实都这些都会值得大家去注意 小范阵容 林书豪 方硕 朱燕熙 嘉尼游和赵小川 这里边的嘉尼游 塔瑞克 嘉尼游 这是混血球员 咱们可能更习惯管他叫秋天 对 中国名叫秋天 天地先行者这边 1号孟子凯 7号李荣培 17号田野 19号托多罗维奇 另外还有石头帅 队长孟祥龙并没有在宪法当中 可能在季前赛打的也比较少 可能是受伤 然后这个 北京队的秋天也是 在季前赛的这个极端比赛也没有上场 再看一看守华队 本赛季呢 AJ 也就是杰克逊 是已经是转会到了浙江广沙 另外呢 孙岳 张松涛分别投奔了北京控股 我和四川金墙五粮金增 另外外园这边 林如豪和埃太尤渡 是来到了北京守康 另外还有从新疆来的周怡祥 和江苏同西 南京同西 后来的李嘉义 我们也是欢迎观众朋友们 在下载CCTV的威视客户端 参与CBA最强助威团互动 获得精美礼品 为你支持的球队纳海助威 观众朋友们 现在各位看到的是 九回九直播周末 为您带来的2019到2020赛季的CBA 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第一轮 所剩下的一场 非常引人关注的对决 这是北京守纲 对阵天津先行者 林如豪在这支球队当中 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非常值得重视 而且他和方硕 不知道陈磊 能不能给我们一个判断 就是这个 两个人都有一定的攻击力 都能控制球 这个会 会有很好的滑渠反应 我觉得从季前赛上来看 他们两个人的配合 并不是非常的默契 不是非常默契 其实他们有太多相似的地方 有太多相似的地方 可能反而在默契程度上 可能会有些生疏 可能这段时间 会有一些提升 咱们来看一看 塔尔克加尼尔和托多罗维提 来跳球 天津队拿到球 比赛开始了 手里手传球 不错的错一样 错球 第一个球打得就非常的耐心 对 而且分享球很顺 对 就是这个一看这种打法 肯定是这个欧洲教练 比较耐心 然后传导球 上线两个假的掩护 这边是零刷失误了 但是我们看这进攻时间 方硕 方硕 抢一个三分 但是没有投进 是 时间确实不多 主要上线的这个传导球 速度慢了一些 而且受到天津的防守干扰比较多 这次罗维提 出手非常快 他在这个身体和身高上 还是比秋天要更强壮一些 所以秋天在顶他的时候 有些吃亏 那实际上来天津队这个气势 是非常的强 在主场 可能也要需要这个 不错 这是林书豪和方硕之前的呼应 对 林书豪出正面 方硕等于是纵下都底线溜到45度 最近这段时间 特别是在国内解说比赛也好 关注比赛也好 裁判对这防守 手提 手提特别严 对 吹特别严 你确实啊 这种 这种动作 你不注意 你在世界大赛上 已经吃了很大亏了 可能也是这个好多这个习惯并不是很 嗯 好 天津队失误 对 这边是石头帅呢 往里边等于是一个横切 托托罗维奇这一看呢 很愿意去主动分散球 对 一看就是这种传统的欧洲大个 然后给队友测验 然后传一些助攻球 错 这边被天津队两人加击直接断下 很强硬 对 现在这是天津队整体的身高要比这个以往的天津队要高很多 因为他把这个石头帅和一号两个这个三号和四号位两个人的这个位置很模糊 所以他整个这个风险的身高都非常高 嗯 在这个冲向前任篮板球 包括在防守的面积上都对他们是有非常大的益处 孟子凯呢身高2.03是上赛季也在天津队效力 感觉上呢 因为他是今天天津队第一个出场的球员 就是在这个出场仪式上 感觉上很有冲劲 这种球员就是在场上呢 要不然你让开他这三板斧 就开头这一下 对 要不然你就直接硬碰硬给摁下来 如果说你就这么普通的这种攻防对抗 一会他气势更高 对 他其实这种越越遇到强了 他可能就越会发挥自己的能力了 是 这看和他队位的运动员的调度 来 我们努力一下 我们叫李荣培 是制造了李荣培一个犯规 这假动作很逼真 李荣培已经两次犯规了 这个教练可能是不是要调人啊 来 李荣培下场 那我们的小叫何思雨 20号何思雨 这个队员我是比较熟悉 他是这一届大学生选秀 去的天津队山西大学 何思雨是1米95的身高 97年出生的球员 他的特点就是外线的三分球 22号 22岁 很年轻 确实很年轻 他的冲击力还可以 因为他山西大学教练我们也比较熟悉 他是比较善于培养风险球员的 这个队员的 林荣培罚中之后呢 双方现在只差1分 手上对手的全场 221 哎 这个罗维奇真冲真打呀 他动作速率不慢 对 两次抗球量了 身高和这个体重能有这么快的速度去突破 我觉得还是技术还是比较细腻 林荣培罚还是保护着球 没有失误 首先掩护强体 动作基本功你一看 确实扎实 很稳 而且这个球有对抗 对吧 有对抗你还能保持技术动作不变形 这说明就是平常训练非常保障 方硕啊 不错啊 这边很激情 后球12加1 对 就这两个球一看呢 从北京首刚的后场球员 林荣培罚也好 方硕也好 一 具备一定的身高优势 对 第二 在对抗之后 出手 这出手动作不变形 这是他们的优势 你看 秋天这儿没失位 就塔瑞克加尼游啊 然后反击 方硕这球很有经验 他在这个 对方刚一做这个 挡拆的时候 他在后面 就掏了一把这球 其实这个球 得有经验才能这么做 如果没经验可能就被过掉了 今天天津先行者上座率不错 相当不错 因为可能也是这个 联赛的第一场比赛 又是主场 嗯 然后可能这个 又有这些跟北京队 对 过往的一些这个 兢兢得比的这一个经历 从 几场比赛来看吧 我们为大家转播了三场 第一场在广东 嗯 第二场在北京 对吧 北控和这个深圳 第三场呢 在天津 天津 离北京队不算太远 是 嗯 整个看观众对这个联赛的关注 还有期待 是非常不错 嗯 破 这个空中又有点大 对 对 过防的时候已经晚了 你看天津队这些球员 不管是年轻球员还是外援 没有犹豫 他所有的进攻都是很果断 嗯 对 手提上线的手提手 大根投手 对 再提上来接球 但是都是过渡球 不错 有机会已经出来了 防守出手之前有一些犹豫 还是更多的考虑了防守队员跳过来 对 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投手 他想到这个防塔人肯定要拼命的去追他 是 我看摘武川今天也带了一个发带上场 这个训练前 嗯 就是说大卫元有个碰撞 缝了几根 哦 对 林书豪拿球 对 这间还有一些不默契 其实在这个传球的时候 特别是上线 林书豪倒地之后 我说这球要传给谁 呃 塔瑞克丹尼欧也往上走 方硕也往上走 化球的反应呢 可能就像您说的 还得有一段时间磨合 对 时间可能还是短的 方硕 时间没有了 对 也是没有时间了 比赛打得不慢 刚打4分钟 林书豪 来注意安全 林书豪这个冲击力 包括他这个造犯规的能力 确实很强 我记得在季前赛 他打广煞的时候 这个一场球得了 40分 40分 他当中有16次都是发球 就是说明他这个这个经验 包括他这个打球的强度 还是有 嗯 但我们看从今天那个比赛 来看天文队对这个 林书豪的防守 就一直站在他的右侧 哦 一直站在他右侧 不管是在哪个角度 都是站在林书豪的右侧 肯定也是有些侧重 两罚中一 把朱熙换下场 朱燕熙向上休息 嗯 对 刚才这一看呢 张卓上 对 在天津进攻的时候 左翼这边的进攻点上 就是当天津队有意识 从中间分球到左边 这已经第二次被破坏 第一次也是一个成功的反击 对 抢的比较大 对 这下抢的比较大 所以呢 天津队也要重视货 遭遇关门走中间 天津队现在这个传导球 包括他这个小球传递 确实是 给北京队 给守抗队造成了很大的麻烦 就这种小球 而且托多罗西呢 他这个脚步 包括他的侧应意识 对于塔瑞克加尼欧来说 还是有优势 对 从身高到经验来讲 从技术方面都是比这个 塔瑞克应该要强很多 但是因为现在是一个外援的错位 天津队用的是大外援 对 但是守刚队用的是这个林舒豪 所以呢 在一个错位上 他们天津队在内线更占一些优势 对 这个也是很有意思 你看林舒豪 这是华裔 对 他是按外援的这个身份走 对对对 塔瑞克加尼欧呢 是一个混血 他是按注册球员走 对 好球 放手 这个球节奏非常好 对 两边球队各有各个特点 而且都打出来了 是不错的 延误 吴阳成 来 孟克才 我谈到江宁也是两次分队 对吧 就从现在过去这个半截比赛吧 来看 我觉得现在天津队能让人有一种就是 人命性的感觉 因为他们现在这个传的小球 包括针对性的防守 我觉得都是有很大的这个提升 从他第一次投进那个三分开始 对 对 分享球意识非常好 对 长林来了 长林替下了塔瑞克加尼欧 进入一个暂停的时段 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下 来看一看双方待会儿的影片 好几乎快人一步 给您想提起来 专业的达车鞋 三亿人都在用的汽车APP 探口杯 找机家回汽车之家 大平台用不多回汽车之家 买车就来汽车之家 双十一方款购车结 购车最高获得五万元 下单就有机会哦 人生的重要时刻 总有人鼓励你自信前行 就像安盛保险 提供车险 健康险 及财产险等多种保障 安盛全球卓越保险品牌 一秒钟醒 2秒绝尘 3.9秒破百 一个红灯藏风 奥迪RS5 Coupe 市有新生 4.9秒 4.6秒 公开 入国 3.2秒 4.0 多多归得 50.7秒 好回来继续 这也是一开始 林初豪险些丢到那球 这个集锦应该是属于林初豪的 对 有几个镜头可能可以看出这个天天的对面 对他的这个防守 对 比赛才打到五分多钟 现在已经有三次比起了 孟茲卡第一罚没有中 孟茲卡作为年轻的球员 在短短时间有两次冲击 黑行手光的篮筐 这个可能是他的一个特点 而且他确实 咱们前面说了 年轻的球员冲击力还挺足的 对 因为这个可能就是 这个就是一个作为年轻的球员 上场你要需要干什么 长林 手递手 防右侧 但是这个没有 没有很果断这个防守 加小川 短了 来 给双方的队 来 掌声鼓励一下 进场都非常地积极 一定要注意安全 刚刚掌护方说干拔还不错 今天方说手感不错 对 而且他是在两次这个都是在掌护当中寻求这个中距离跳投 这是一个很好的习惯 因为从今年的蓝蓝世界杯 我们能看到很多强队的后场 在这个中距离投射上的稳定性都非常高 对 你不要看他身体很劲爆 素质很劲爆 冲击力也强 说我把这事忽略了 反而是更勤奋的去练投篮 对 车出来 本身手刚又是攻到了天津的腹地 一个是外线的投篮 他们篮下的这个对篮本球的争夺也是非常的激烈 来 做好每一个防守 全场跟上捷牌 高呼防守 这回林初豪推荐 受阻于正面的防守人 我已经连续两次失误了 但是天津这边也都没得分 天津这些大外园打球非常非常聪明 非常聪明 没错 技术型的 对 技术型 刚才从自己运球过前场 一看是后卫去完防他 他马上就要去突破做内线 一遇到协防之后出球也非常非常的快 来 车给他全场抽 让我们继续进攻 北京手钢第一阶的犯规已经到了五次 这样天津更有理由往内线杀了 对 充分利用这犯规的这对北京的威胁 这防得是这么不错 这防24秒 手都教得很清楚 守方队现在调人了 陆潇雨和汉秀郑上法 这样是林初豪和成林下场 两边的外园使用正好错 对 正好相法 可能也是就是互相有针对性 出个骑兵 对 来 兄弟们 防守 双眼户加手击手 刘晓宇和张卓 这都在场上 好球 韩米尔顿 韩米尔顿一直是兢兢业业老黄牛那种状态 对 非常非常的积极 而且做掩护防守 质量都挺高 对 天津里边有险些失误 这一项技术 在咱们这边国产的后卫 好像训练练的并不多 对 因为刘伟昨天退业了 其实最早的时候 他的这个 骑马射箭是用的非常非常的好 是 还记得他跟那外园达蒙学的 对 他这个技术应用的很好 是 是 好球阳雾 今天可不止一个球员突破摔地上 对 两边都是欧洲教练 在这个防守的要求上 有很多地方都是相似 非常高非常有 对 有些相似 这个在强弱侧的这个协防位置 包括在掩护阳雾的时机上 可能都是有一些地方 有相似之处吧 对 尤其是在这个强测协防的时候 他需要是强测去干扰 王秋辉这球防的不错 嗯 拓 低脚 这些打的非常非常的果断 九弓之下必有所克 这是吃的涮 低脚一记三分 18比17 防守 对 这个球天津的上线防守空一大块 对 在防守一个这个 因为低脚有珠元西 所以防守在传球假动的时候 可能把两个人都晃上去了 防守自己没有人防了 还是利用高位掩护不错 王晖在这边包抄 战术思路倒真是非常的明确 对 这个是守方队的打法 这是上个赛季包括这个王晓辉和这个方硕 包括大外园之间的这种三个人的配合很多 我们看潘宁 这个是这个赛季从山东西王转移过来的球员 以前一直是山东的球员 对 身材虽然瘦了一点 单薄了一点 但是就胜在持球能供一下 他有三分球 他的三分球还不错 专西 打球 到底线这边打出来 今天手感是领天两分 非常坚决的冲击你的内心 是 因为在这个封线上 他们的这个身高还是有些优势 断江鹏上场应该是换下了方硕 断江鹏上场呢 一个是能用控一下 对 另外一个就是他外前应该有篮的 但是呢 咱们必须得说呢 断江鹏从山西离开之后 到现在没有找到那么好的状态 对 因为可能这边的这个 到了北京城堂之后整体 都是要 并不是就围绕 围绕着这个冲击棚去打 当然 可能在这个他这个技术 包括这个整个这个 对这个体系的理解 可能还是能有到他最好的时候 嗯 但是我觉得这是时间问题 他上个赛季已经打了 是非常非常的出色 再传出来 这条鱼 可惜这球没有投尽 天津队反击 看看质量怎么样 这分一错分的真主动 不是说我没进攻能力 或者进攻空间了我再分 不是 是 想好了 从他 抢了那么就一回事 不是 他要干嘛 他传球非常的主动 他并不是说我没有机会才传球 他是先去找人 而且现在这个天津队反击 这个整个的一个分散 包括中路 都是非常有有的一个层次感 这样是天津队反击的一天 我们要进入状态都很快 嗯 来种 来clang 走 走 在天竞队防守的这个时候 他注意换了大学员之后 他现在有很多收缩和弱策的轮转 双方因为这个外援的错位 所以每个球都要重视 但具体怎么重视不能一概而论 对 因为你进攻的发起点和你进攻的中心点都不一样 但是其实机会已经也出来了 小外援虎顶一打一 双方差三分 天竞在主场领先 他能拉开 王小辉这球防得很有经验 进攻凡贵 对 这个位置一直没有失位 一直保持在这个小沿的深情 没看错 是不是赵太龙也上了 赵太龙 来 兄弟们防守 这边先送着防守 第一点全队犯规 来 自己打我 金星 抱歉 10号金星 上下户 接手递手 之后再加上一个挡拆 看段江鹏 这球弹道很正 但是投的略有些过 对 手防队这个战术 已经连打了三四四了 防得不错 这样的话呢 第一节比赛结束 25对22 领先的是主场作战的 天津先行者 我们稍着休息 来看双方的第二节比赛 这里开始 身材 我心虚待粮未膻 在海rieben上 妈咱看 里面 都不太 干 像哑 最爱曾经许 sea 幼昔 侠充 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生的重要时刻 总有人鼓励你自信前行 就像安盛保险提供车险 健康险及财产险等多种保障 安盛全球卓越保险品牌 买车就来汽车之家 双11蜂黄购车节 购车最高获得5万元 下单就有机会哦 只要一个眼神 每个想法都得到精准回应 荣威RX5MAX 幼木登陆 人生的重要时刻 总有人鼓励你自信前行 就像安盛保险 提供车险 健康险及财产险等多种保障 安盛全球卓越保险品牌 中央电视台观众朋友们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看 本赛季的CB 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第一轮天津先行者 在主场来迎战北京首钢的比赛 这边是刚才 现在是金心一直来贴防林如豪 来 马上 马上 现在等于是林书豪和刘晓宇 对吧 对 林书豪和刘晓宇 对 然后还有黄小辉 对 然后呢 大汉就是汉密尔顿 加上朱元熙 那么这个阵容搭配呢 就是除了汉密尔顿 汉密尔顿还能有一手中投 其他四个全能投远头 对 这个进攻空间应该是不错的 但从这个天津这边呢 你看呢 其实也是一样 托托罗雷奇咱们刚才看了 这个大外园他是能侧用 能当个轴 能当个枢鸟用 其余四个能投能突 而且打得非常坚决 是 你看来了 小外园能投 刚才投进一三分 其实朱元熙呢 也有一个三分很不错的比 出来 没投进 加油 大汉 大外园又拉出来侧应了 还有十秒 这十秒金星 这十秒金星 放林书豪还是站右边 是 现在呢 金星贴防林书豪 林书豪和汉密尔顿做党差 找着金星犯规 对 非常有经验 只要这个放人手往上一搭 马上自己就做出一个投篮的动作 对 金星一看呢 是属于这种有力量 年轻 有这个主观能动性 林书豪肯定是属于有能力的外园 打开转一球 好 转息 再给林书豪不错 传球传得很不错 没投进 很多机会都已经出来了 但是可能因为这个手感的原因 都没有投进 但是反观 听着在这边 这传球也不错 对 传球也非常好 还有手感 好多机会都抓住了 对 潘牛再给外线 侧面 12号 刘帅应该是 对 刘帅应该是原来在NBL打过 我记得是上上赛季的炭花球 是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是霍南的队员 霍南恩恩指导在参与我们解说的时候 曾经提到过这件事 不错 因为前面一个赛季 NBL的球员普遍受到了认可 因为每年我们都会统计 这一年选秀当中 是学生球员多 是实用型球员多 咱们说实用型球员就是 你是俗称叫首手 对吧 打的联赛 打过职业联赛 不管你打的什么级别 看比分现在来到了8分 现在这段时间 对北京手锅来讲非常的关键 对 看这次怎么样 北京手锅现在就是要取分 你看 几次都是 有机会 机会出来了 不管你是说是持球工的机会 传球的机会 都出了机会了 球心脚没动 抢头 鞋45度一个打板三分 有些运气在里面 但是王小辉这个带没有时间了 还是比较果断的吧 王小辉成长的这几年 正好是属于北京手锅的 比较往上走 对 信心也跟着往上走 但是过来 托多罗维奇 你别看托多罗维奇 不是说像那些内线的 黑人球员说 他的冲击力可能没有那么强 对 但是他打得很巧 很聪明 对 也不少拿分 对 我已经走到来了很多事 你看回来 林顺豪就造了一个他的犯规 林顺豪在突破的时候 他的重心比较低 而且很会利用身体 这也是咱们很多 咱们自己的后卫应该学习的意思 是的 其实从今年的南大世界杯 在我们家门口打 我觉得很多的我们的教练员们 收获都特别大 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 很多欧洲的后卫 他们的进攻点 发起点 多在外线 对 就是中远距离投篮 对 很扎实 而且也 战友率也非常高 这是第一 第二 就是你现在空间 你一定要拉得开 而且你 当你遭遇严防的时候 突破造犯规 这个比例也非常多 就是凭借说传统中锋 战装的大个子 牵制 打进打出 打进再打出 这个已经是过去史 现在很少有数 对 都动的比较多 空间拉开 然后突分 还行得多给外线 搞机会 是 陈磊今天刚才跟我们讲 包括托多罗维奇这个事情 包括我们再 先看这球 汉密尔顿在投篮的时候 看内线怎么犯规 金心 打的比较冲动 又一次犯规 他是前面贴林书豪 后面贴翟小川 看这是无球的时候 看 夹着胳膊了 对 有些拉人了 裁判今天还是吹的比较严 五分差距 翟小川的空跑 要汉密尔顿 破 这是防的 对 你别看托多罗维奇 托多罗维奇 你打还挺硬 是吧 不那么 不是那种说 软绵绵那种 就打得巧 说我不是那么爱对抗 我们看从上一回合来讲 守刚刚队已经 就是北京手套队已经 变了一个防守 嗯 他现在半场录了一个 这个 12的联防 第一回合就造成了这个天一队的失误 我们看这个回合是否还要继续守 就守了一个回合 还是盯人 然后不换人 还是过来 天津这篮板球拼抢 今天到现在是真凶的 对 非常的积极 对 还有他这个半场的 他不光是投篮 他的突破也比较的就是很果断 所以现在 在守刚这个 在防守上是 中央团 比较麻烦 这边是刘帅 应该是挂着林书豪 直接摔出去 这个球会出于什么犯规啊 刚才 哈梅尔顿做了一个示意 说是那个围体 但是这个动作 看 火 要说啊 确实比较危险 林书豪倒是也是比较会保护自己 顺势往后 对 一泄力 没 应该是没有什么受伤 动作比较危险 最后没有 应该不是不是这个围体犯规 一次正常的犯规 对 对对 分出来 方硕一上来 空间来了 来 方硕这外线 还是比较稳定 好 当然 接球的位置也太高了 所以分下不少点 来 将上速给刘帅 应该还上钩 应该还上钩 来 给我们的潘宁来找张古队下 潘宁下场石子帅上来 石子帅一上来 石子帅能持球攻 他无球的切入是非常积极的 对 就是胡森教练呢 他还是希望场上的阵容要有活力 对 而且作为他来讲 也是整个夏天 包括去年的夏天在国奥 对 对 他现在信心也非常好 对 你看这托托罗维奇 对 确实是第一次看他打球 很聪明 很聪明 而且他要 您说要强度 他不是没强度 对 要爆发这一下 爆起这速度 也有速度 你看 直接把汉米尔顿给过了 过了之后 林初豪意识到 林初豪赶紧过来补放 已经晚了 干净 这一球我吹的林初豪 林初豪应该是两次放归了 没关系 粉速再白 漂亮 来 防守防守 这个球没有出上堆我们看 嗯 他们都好像有点 对 才发失忆手打到脸了 进入到暂停的时段 这个也是北京手刚应该是需要调整的一段 从开头到现在 天津现行者在主场打得非常不错 对 首先他们的冲击力非常强 冲击篮筐 然后在防守端也会很有针对性 是 对 手刚对现在进攻的时候 他的现在节奏压得很慢 几乎是没有什么反击 全是压到半场 对 就等于顺着天津先行者这个节奏 对 好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再回来 下载CCTV微视客户端 支持您喜爱的CBA球队 边看边聊分享观点 参与实时互动竞猜 正当本场比赛预测之王 精美奖品一网打尽 快来CCTV微视 照须属于您的观赛乐趣吧 水井坊 六百年活着的一方 一一新 六百年 每一辈都是活着的传承 水井坊 精态 三亿人都在用的汽车APP 探口杯 找自家 会汽车之家 大平台 用服务 会汽车之家 买车就来汽车之家 双十一方款购车节 购车最高获得五万元 下单就有机会 好我们回来看一看 这个比赛就有意思 就是天津先行者 看来就像陈磊 跟我们在这个赛前预测的一样 对北京首钢这个阵容 研究的非常透 准备的很充分 北京首钢看这个架势 给他们在持球推进的 这个过程当中 以压力 不让你快速通过半场 那么把你的节奏都压得很慢 让你在半场进攻当中 找机会 同时就是让那个年轻球员 或者说善意对抗的球员 就贴死林书豪 不停地跟林书豪进行身体对抗 对 好球 漂亮 你看一个背后传球 是 这球很很精彩啊 看这托德罗维杰 他们不管是在这个防守上 对手钢有一些这个针对性 在进攻上 因为手钢队现在用的大延务比较多 所以他现在在这个大延务之后 他如何去处理这个球 肯定也会有一些 这些这个研究 小川 造成了听这个犯规 我们看这球的慢动作 非常漂亮的 对我看 嗯 五加球 小川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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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守有一些变化 是 这个5分7分对于现在双方来说是一个坎 哎哎哎 这事听说自己没收住动作 虽然感觉很冤枉 但实际上如果没看错的话 他后面那个追上来 有一个手贴腰 对对对 林书豪如果是上一次犯规 吹的是林书豪的话 他现在已经三次犯规 看他没收住 这一贴马上倒 对但是感觉这个球 并没有什么利 没用上去 对对对 那不管 这托托维奇 就是只要一感觉这手粘过来了 咱前面说了 这手贴着这个发力 吹的特别多 这也没问题 李永培来 连防区防守 你看他 你看这托托维奇习惯是真好 接球准站发球线附近 站口在这 小川还是一如既往能抢 冯树 下快球 你看 基本退防都回来了 小川 按说是个大打小 还没有 给他汉密尔顿 其实这也是应该是 汉密尔顿的点 好 又现在下湖顶 这个位置 按说他这个位置 还比较有反过 天津现在也在外线也在失准 小川 方硕怎么样 酷 有来一个 今天方硕的手感是非常的好 真是不错 在这个球队遇到很大困难的时候 他一直在 这用自己的这个火热的手感 给这个队能够注入一个 就是一直能咬住对手 对 就是 个人感觉因为肯定陈磊 原来跟方硕合作的是比较多 就是林初豪一来 林初豪打鼓扣 对 让方硕去打一边风战 对 就把方硕的这个进攻能力 彻底释放 是是是 看这特特罗维奇 谁防 他都能迅速找到 对手的弱点 阅足防守的这个能力 阅足能力是真强 真好啊这个球队 但不知道说 跟更强的这个球队比怎么样 方硕 中距离投篮不重 但是比分差距在缩小 好球 你看这是石头帅吧 真能跑 杨尼茨教练又叫了展平 我觉得现在 两边打的呢 一边打的速度比较快 又很有激情 但另外一边呢 也是靠这个就是 方硕的这个投篮 来延续他们这个进攻 但是我觉得这个 从长远来看 如果可能对这个守望队 可能的困难会更大一点 我觉得他们应该想更多的办法 是 看石头帅 咱们前面介绍了 石头帅是一个特别积极 特别愿意主动去跑动的 这个球员 态度非常好 好 我们再进一段广告再回来 人生的重要时刻 总有人鼓励你自信前行 就像安盛保险 提供车险 健康险 及财产险等多种保障 安盛全球卓越保险品牌 来看看方硕今天的状态 到现在这是第二阶 刚打了有8分钟左右 对 已经拿了18分 而且命中率都是非常不错的 三分球命中率高达43% 加油 两分是80% 对 80% 就是 基本上给机会就能进 应该就是两分 就是刚才那个 晃过大个儿防守之后 上一步的跳投没进 其他的基本上都进 空间极小 没关系 漂亮 吹了一个出界球 这个篮下对抗比较激烈 但是现在也是 就是像余教老师说的 这个对手不方规 只要你把手举起来 可能他就会就是好 对 就是好像你进入了 一个树林似的 小川 直接突 他倒是针对性很强 就是他一看 突过了第一下防守 回来补的 一般都是托托罗维奇 对 就冲着托托罗维奇打 这倒也是针对性 是没问题的 托托罗维奇认为 自己没犯规 谁都认为自己没犯规 对 在犯规的下方 都认为自己是无辜的 看这个小川的美股 这个伤势对他 这个投篮和发篮 没有影响 那还会有些影响的 感觉是已经从这个 在国家队那时候 就是伤病的状态当中 恢复过来 冲击力敢冲了 因为我印象深刻的 就是在去广州打比赛 那时候我们的记者 派回来的这个画面 那么就是李克指导的 当时在采访 小川说他这个 跟燕连在聊 对脚还能用 我觉得当时也是 比较心酸的一幕 两发两中 这样的话还是四分 现在双方属于胶着在一起 洛卫落了一个12的联防 但是其实是一个32 好下面有人 小川过来接人 好球漂亮 又是一次 内传内的一个小球 林苏豪三个人都讲 是 可是你能看得出来 就是林苏豪他对身体的这个要求 就是因为我们 看再看啊 首先李永牌给我来 挤着一下 内线的 那这样的话 孟子凯连着吹两次犯规 刚才房林苏豪最后是他犯规 对对对 这回赵小川这又是他犯规 刚才这个球可能是吹了出界 但是这个球是犯规了 对啊 刚才你说林苏豪那时候 对林苏豪上来那时候是出界 那时候没有出犯规 OK 那么 犯规应该还没有那么大麻烦 三位裁判要进行下合议 两个队的交锋 从现在来看 天津队并没有像是上赛季排名的那样 对对对 每一支球队的准备感觉上都比较充分 对对 但是他们的这个天津队 首先他们的针对性 包括他们的球员特点 好多球员特点 可能其他这个手上的并不很熟悉 是 所以可能在这个防守上 确实有一些有一些漏洞 经过合议 主裁判汪梅 国际级的裁判员 示意两阀 如果这两阀 赵小川保持的阀球手感 就可就差只差两分了 对 而且我觉得感觉就是 赵小川经过了夏天之后 现在他的这个 这个 阀球稳定了很多 就是他 你看他有明显的 降节奏的这个 就是舒缓心肺的这个过程 但是通过这个 他今天发展 我感觉我观察 他这个脚下的站的姿 也跟以前有些变化 对 他现在是前一后 对 以前是两个脚 就是比较平 做这个训练和比赛当中的 有心人 不是说去夸展奥专 就是每一个球员 都是应该这样做的 有些调整 就是调整 都是为了提升自己 犯规了 天忆队打得非常内心 他遇到这个 守方队这个联防 三二变二三 这个联防之后呢 他并没有急于的 去寻求这个外线三分球 而是 在传导到最后的时候 然后大远进去要位 漂亮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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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守 防守 防一个 这兔特罗维奇早上摔了一大跟头 而且天津的防守 感觉上有一点混乱 对 因为这可能在这个 就这一回合来讲 内线没有人了 对啊 因为这个兔特罗维奇 他摔倒了 照着他内线没有人 小川一个空切 孟子凯这边 小球 林书豪拿到后场篮板 这个是不是一个 哎 这就是配合的不默契 按说突到这个地道 林书豪就不应该再传给汉米尔顿 哦 这边是不是林书豪 对 有些受伤了 左膝盖应该是磨破了 刚才看到血迹了 对对对 按说就是应该要包扎一下 或者说暂时你得离场 是是 好的 为啥改变快当达球膜呗 是的 好的 为啥改变快当达球膜呗 好 看 果然是林书豪的腿 好像是 对 应该是磨破了 对 应该是磨破了 不过就刚才那个三个人 对对对 这是刚才传给方硕的 那个精彩的传球 小川 对 这都是靠后的 对吧 就比较靠近现在的这个精彩 精彩 小川今天 六划六中 对 百划百中 百分百的命中率 投篮是一头一中 对 所以也确实呢 就是他这运 看他跟这个小原 对抗不落下风 对 第二节比赛还剩一分半 第二节比赛还剩一分半 还是打刚才给小传球 传转转转的那个配合 还是两分差距 货 不要犯犯规了 裁判也是名差求好 确实 李荣培在空中的时候 小伙传有一个动作 对 你到了这个罚球 没关系 稳住 这球 可能在这头篮的一刹那小川 没有他后面人 对 因为犯规数应该就到这个罚球次数 罚球次数 所以呢 这个双方都得小心 就是说简单包扎一下 继续上 又造成了犯规 书豪呢 就是 咱们就看了他这个叫 怎么叫 CBA首秀吧 对吧 今天算是正式的CBA首秀 两件事 第一呢 是这个打球的习惯 球伤确实是不错 对 第二呢 就是他呢 这个非常注重身体 保持 但是他这个冲击力 他肯定你不能把它跟 拿他当这个原来的AJ杰克逊 或者是其他那些黑人球员用 对 他不是那个状态 他是就是身体有脑子 他这个节奏控制的非常好 快慢啊 然后找这个防守人的 防守人的这个失误的这个战位失误的这个空间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 这种利用应该是比较有办法的 所以呢 其实这很考验亚尼斯教练用人 你用它绝对不能是像用这个杰克逊那么用 对 用李小宇已经换下了 对对对 这让这个 我给你一个人的凌花歇一会 一分钟吧 一分钟吧 热帅 这段时间啊 这天津的外线选投 命中率是往下走 往下走 一个是他往下 第二个他投篮的机会也比较少 对 对 在这个手上队这个三二联防 可能就有一个回合是打进内线 造成犯规 是 在这之前他们一直没有没有投篮 两三打球 潘宁准备上 犯规 尽管会有一个线手向后露的动作 这都会来推 刚才我没有拿牛排 他在这还有那 剩25.6秒还是天队还是潘宁换上场 马克 下场休息 放上那个是我们六号潘宁 加油 这应该是天津最后一攻 干嘛 方硕这球防征很好 方硕 你看方硕就是他这个对抗 对 他的判断 他身体上并不吃亏 不吃亏 对 所以他不怕被过 在身体对方他感觉往上贴 是的 然后还有7.9秒 北京守刚能不能在最后这个一盒 一次进攻把比分反超 是倒掉了线上 嗯 又把林守豪换回来 7.9秒看能不能打成一次进攻 高位挡拆 这个球吹了一个汉米尔顿的掩护犯规 是 调兰的吹法是非常严重 7秒3.6秒 来来 谢兴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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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兄弟们 加油兄弟们 加油 加油 一次成功了战茂 最后这三回合吧 双方都在防守上动了非常多的脑筋 对 也上了很大的强度 那么就差一分 落后一分 如果就差一分的话呢 那就是第二节北京守刚能倒缘一点 对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来看双方下半场三四节的比赛 好 酒鬼出湘西 卷卷传万里 无上妙品 酒鬼酒 有人说 人生的追求共有七层 谁说的 我永远相信还能更上一层 去探索未见 见地之上 遇天地 奥迪Q8 奥事驾临 如何做出一杯好茶 有人说靠原料 有人说是工艺 三年半的时间 我们做成了小灌茶 我们发现 做杯好茶 最重要的其实是人心 所以说我们花时间去等 小灌茶的麦里花茶 要等到八月份 才能跟消费者见面 小灌茶要去这么高 真的是在炙炒 至四十来年 这三年是我对我的挑战 花精力去挑 一百斤的茅茶 只有拿五十六斤左右 一天最多超不过两斤 少的人 只有挑八两 你如果要数量 那就没有质量 花心思去做 一百斤月了 那个体效光茶十多斤 不是每片叶子 都有机会成为小灌茶 好品质 在人心 小灌茶 三亿人都在用的汽车APP 探口被找提加回汽车之家 大平台用服多回汽车之家 买车就来汽车之家 刷十一方款购车节 购车最高获得五万元 下单就有机会 酒鬼酒 酒鬼酒 提示您收看周末精彩直播赛事 酒鬼悲酒鬼 千斤不嫌追 酒鬼出湘西 卷卷传万里 无上妙品 酒鬼酒 人生的重要时刻 总有人鼓励你自信前行 就像安盛保险 提供车险 健康险 及财产险等多种保障 安盛全球卓越保险品牌 一秒钟醒 2秒 绝尘 2秒 3.9秒 破败 一个红灯 藏风 奥迪RS5 Coupe 市有新生 新赛季 北京手钢队迎来了新的队长 翟小川 只有我这个队长 让我当我觉得 确实要承担起更多的责任 现在我应该做球队帮助更多 然后给其他队友 然后年轻球员更多帮助 不过要说起本赛季首钢队的最大变化 当然还是今年引入的NBA华裔球员林舒豪 再加上尤渡和汉密尔顿的双塔组合 新赛季的北京队值得期待 我觉得就是有这个机会 当一个真正的先发控球后 也可以就是带一个球队 我觉得这是从小都是我的特点 他到来也是对我来说 或者对球队啊 包括我和他的这种组合 也是不帮不住嘛我觉得 熬过来之后 我们也是帮助他 然后慢慢熟悉我们球队 我觉得这个比赛的感觉 跟新链的情况来看 他融得非常快 然后大家都慢慢地配合 在配合当中慢慢地找到了默契 好观众朋友们 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演播室当中 北京首刚和天津先行者这上场比赛打完 如果上赛季大家关注 或者说前面几个赛季大家都关注整个联盟的话 这场比赛的半场你会非常不适应 因为半场的比分是46比45 如果说咱们就简单地做个乘法 都乘以2的话就是92比90 这个是非常反CBA潮流的一场比赛 那么刚才跟陈磊在半场的时候闲聊的时候 让陈磊提到了双方季前赛的发挥 不如把这个发挥来跟大家简单分享介绍一下 作为两支球队来讲 首先说天津队在季前赛 他一共打了六场比赛 参加了两战的季前赛 他这场比赛的场均得分是80.1分 场均失分是84.8 48分钟比赛 而且跟他的对手不法有广东 新疆这些进攻能力非常强的球队 对 强队他的场均失分也能再控制到80分左右 但是首钢队是场均得90 场均失80.3 两个队其实得10分差不多 理论上这两支球队48分钟比赛里都得不到90分 对 都是打节奏的 都是打节奏打一些整体配合比较多的球队 对 从今天的比赛上半时比赛也看得出 先有首钢队 比方首钢队 他们的进攻快攻很少 基本上都是压到半场 做一些整体的战术的配合 这也是亚尼斯教练可能这两个赛季 来灌输球队的一个打法 但是这个也抑制了他很多快攻的得分的机会 但是反观天津队为什么能领先一分 他可能也是首先大外援的侧应和穿球能力是比较强的 大外援上半时得了15分7个篮板 还有三次助攻 他在篮板球和内线进攻上 包括造犯规给首钢防守制造了很大的困难 但是为什么比分没有拉开第一个首钢队的 首先他的方硕手感非常好 一个人得了18分而且命中率非常高 第二个是他整体的罚球的命率很高 就可能斩小川空了一次 林书豪空了一次罚球 他们整体的罚球命率是93.3 所以比分并没有拉开 但是在下半时的比赛中 不知道双方在这个攻防两端会不会有什么变化 陈磊的分析也是非常到位 那么针对性 双方的针对性都很强 而且你可能再很难找到 像两支风格这么相似的球队 赛季第一场就碰卡 这是双方上半场的一些精彩的画面 特别要提到的就是天津先行者 这大外援托多罗维奇 今天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脑子非常清晰 执行力很强 有身体强度 有暴体的速度 重要的是他能把全队尼合那一块 他在中间侧应这一下 包括内外连接上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方硕今天拿到18分 林如豪是有5次助攻 天津的小外援沙松兰德尔 也是5次助攻 托多罗维奇15分 7篮板 好 来看一看同轮速递 广州龙师对山西分球股份 双方呢这个赛季也都是雄心勃勃 山西呢第一 这是第一场比赛上半场 上半场轰了将近60分下了 57分 本场57分 这个过去的休赛期呢 山西队进行了非常刻苦的训练 包括海外的拉链 球队的要求 王菲指导的要求都是非常的严格 因为他本身训练是以严苛助攻 看这个广州龙师的西班牙主教练 呼安是比较无奈 从球队的很多球员包括是我们的同行来说呢 就是觉得弗兰克林这个外援应该是王菲指导他比较容易用好的外援 因为王菲指导他的历经的各支球队对后卫的要求是最高的 对可能跟他本人的这个原来打球的时候的位置也有很多的关系 好 那么我们调整一下思路 再回到我们今天这场比赛 像陈磊所说精金得比这上面 那下半场比赛 陈磊觉得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 那第三节呢还会是双外援 到了第四节呢又要单外援轮换 感觉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 或者说两支球队有什么样的调整的空间 首先说天津队因为他在第二节后半段遇到了这个手冠队的一个防守变化 三二联防 然后一些这个三二变二三的这个一个变化可能让他们有些不适应 但是呢他们在这段时间我记得只有四次罚球 基本上运动战得分没有 所以呢让手冠队从慢慢的比分追上来 但是如果下半时如果手冠队继续在守这个联防的话 他们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来进攻 对这个是对于天津队来讲 但是手冠队呢可能就是要在半场进攻当中 能够有更高的命中率 更高的效率 对更高的效率 因为他本身的这个回合数就少 你要是命中率还要再低的话 他的比分可能就上不去 今天哈密尔顿上半场的表现是比较低于自己的平均水平 对因为他的首先这个篮下进攻机会并不多 但是他有两三次篮下的这个机会没有打进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 沙松兰德尔是会先上场 我们看 双百元 双百元 但是这个林舒豪现在是三次犯规 对 来 下半场比赛开始了 我们进攻 加油兄弟们 先交给大外援 托托洛贼奇真是得信任 龙培这一出球啊 弹道就骗了 但是有牵上篮板 你看他们两个开局 抢篮板球 牵上篮板都特别积极 对 稳住 加油 里面赔 嗯 两个 双人夹击 时间到了 对 这球其实他可以早点处理 把球传给大外援 林舒豪 方硕 朱燕熙 翟小川加汉米尔顿 等于就是把开局的先巴秋天换成了汉米尔顿 对 方硕 哎 错进错出啊 他们一球运气也不是很好 在这个篮下也没有投进 因为现在篮下的这个对抗啊是非常激烈的 是 对 你要是有一点放松呢 就会被防守人来挤的没有重心了 天津这边的沙松兰德尔 托德罗维西 李荣培 石德帅加上孟子凯 积极性是肯定够 这个球其实 林舒豪已经防的到位了 但是这个 防守没问题 就是沙松兰德尔能力强 对 个人能力确实是 对 确实是强 就是 起码在这个球上是这样的啊 放手这边 小川 哎 这球硬塞没塞进去 对 这个球其实方硕已经出机会了 但是可能也是 这个球是防得很好 胡森要说这球是 这球是脚踢球是没到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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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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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心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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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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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架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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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